微的360我們一起來關心台灣的天氣 最近台灣的天氣明顯轉熱了 夏天到了請大家特別留意高溫 有些地方像台北都會可能都高達34度 中午的時候請大家多注意一下 要注意防曬還有多補充水分 山區特別在西半部或是中南部的山區 很容易有些午後的雷震雨 不過這個很局部性 對於解決南部的漢象可能幫助不是很大 要稍微留意一下 有時候可能有閃電弱雷的情況發生 那這個禮拜大致上天氣都很穩定 變化不是很大 唯一就是禮拜天的時候 有一道封面可能會被颱風牽引的走 有些影響 所以各位來看 事實上有一道封面在長江流越附近 那它未來的變化時間點 可能是當白海豚颱風 慢慢慢慢開始接近的時候 可能整個環流場又會被封面 封面會被颱風帶著走 可能在禮拜天的時候會稍微接近到台灣 不過這個還有大家的變數 封面系統跟梅雨的互動本來就 梅雨封面跟颱風的互動本來就很複雜 所以後續要值得留意 明天來說的話大致上都不會下雨 都很穩定 那另外溫度未來這幾天一樣都很高 北部都會反而比較高 中南部相對的沒那麼的高 有些地方33、4度左右 請大家多留意了 特別是陽光很毒辣 一定要注意防曬 那低溫的話 清晨低溫都是24到27度 所以請大家夏天真的來了 穿著上一定要做好一些概要的改變 以上是今天的威樂360 我們明天見